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遗魂都市》 约翰从浴缸中惊醒却忘记了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躺在旅馆的浴缸中 他发现了一串钥匙随后翻看了屋内的行李箱 发现了一张贝壳海滩的明信片 这时一个自称医生的人给他打来电话 他告诉他 告诉约翰有人要追杀他 让他赶紧离开那间旅馆 感到诧异的约翰准备离开 当他来到楼下却发现这里的人全都一动不动 可当十二点的钟声一响 那些人又重新恢复了正常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约翰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翻了翻自己的口袋 发现了一堆报纸 上面写着连环杀手已经杀死了许多人 而这名杀手正是约翰 他无法接受 脑海中也没有任何记忆 当约翰留在巨型海报前 三个黑衣人出现想要抓走约翰 这时的约翰却发现自己拥有了意念控制物体的超能力 约翰很快打败这三个人 连忙逃离现场 约翰找到了打来电话的医生 发现他进入了一扇凭空出现的门内 随后便消失不见 而随着午夜十二点的到来 整个城市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睡 而这一切都是一群黑衣人干的 他们利用自己的超能力随意变换城市外貌 并且在这时重新给这里的人赋予新的身份 贫穷的人一瞬间变成了居住豪宅的富人 当十二点的钟声再次响起 这些人又继续生活 随后约翰找到了警长 并当面给他展示自己的超能力 嵌使了这一切的警长决定帮助约翰寻找真相 他们找到了医生 让医生带他们去所谓的世界尽头贝壳海滩 医生将一切都告诉他们 原来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是一群外星人的实验品 他们因为共用一个大脑 文明平滞不前 马上就要灭绝 因此他们把人类绑到这里 在午夜赋予他们新的身份 以此来观察人类是怎样生出独立的意识和灵魂 但在实验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 约翰拥有了外星人一样的能力 于是他们想抓到约翰 拿走他的意识 几人来到世界尽头海报 后面是一堵墙 约翰和警长拿起锤子砸破了这堵墙 才发现外面是茫茫宇宙 而这座城市直接漂浮在宇宙中 此时黑衣人赶来抓走了约翰 他们让医生给约翰注入药剂好拿走他的意识 但医生给约翰注入的是自己调配的药品 里面教约翰怎样使用超能力 随后约翰瞬间就秒杀了所有黑衣人 并且通过控制他们的仪器 将城市变成了他想象中的模样 这里有真正的大海和阳光 随后他推开贝壳海滩的门 朝着自己的妻子走去